主票翼 主票翼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就开始吧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回来 后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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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回来 算你躲得及时 你躲得及时 你躲得及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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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的 谢大帅 真大帅 救我呀 废 真给我丢脸 来人 把他给我抬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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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下去 是 是 队长 你 我 我已经成了废人了 我 马尼儿是个方八蛋 千万不要去找马尼儿 你 不是他的对手 队长 你好好养伤 你 她 马尼儿 你给我出来 马尼儿 马尼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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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手高一点 继续 收 请各位记住 无论是学习什么功夫 都要明确一个宗旨 功夫 是强身健体 提高心性的运动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用来自华 在国家威王之际 还可以用来保家卫国 但切记 不要张扬炫耀 更不要欺凌弱小 大家记住了 记住了 好 今天就到此为止 你们回去吧 谢谢周师傅 来 来 去看看 这样就不行了 这已经是我打倒的第四个了 看来 中国武术 它也让我失望了 什么东西 却是华权秀腿 我已经提了暗示三家武馆 没有一个人能打败我 没想到你们上海国书馆 这么让我失望 你 你是馆长吗 来 和我打 如果你输了 让我来当馆长 我要把你像筷子一样折断 你干嘛 馆长 馆长 让我们上吧 不 他既然提到我 我就必须上 你们别拦着我 我来 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 我来解决就好了 这位兄弟 你是 刘馆长 等我教训教训这小子之后 再自我介绍吧 这位兄弟 武术是用来强身健体的 不是用来打架斗殴的 我这叫先礼后兵 如果说你再不知好歹的话 那我就要动手了 你们中国人话真多 打到你后再说 你看 加油 好 你是什么人 我正在跟他打的 在下朱飘逸 我管你是谁 我刚刚差点打败他了 现在你上来了 算了 你来吧 飘逸 小心啊 你们看什么 我告诉你 这完全不公平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 因为我已经累了 在你上来之前 我已经打倒了五个人 你等着 等我回去好好睡一觉 然后会回来 把你打倒 就像打倒你的朋友们一样 拜拜 你怎么又来了 我来找那天的家伙 你这个洋鬼子还挺执着 我们朱师傅在里面 加入太极拳 没工夫搭理你 怎么 难道你们这群废物 还想阻拦我 快点走开吧 废物 站住 没事吧 朱师傅 这家伙 他又来捣乱 放心 我会处理 照顾他 是 你叫了一群废物啊 走 你看他们那个傻样子 他们才刚学不久 当然打不过你了 快让他们去治伤吧 像此我不熟悉你的拳法 所以才让我吃了一斤 不过回去之后 我仔细地研究了 你所谓的太极剑衣全谱 而且还找到了你的漏洞 这次一定能把你打得 像他们一样 来吧 来 来 走 走 动就是京 静就是动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听不懂 怎么 怎么会这样 快就是慢 慢就是快 什么乱七八糟 怎么样 现在服了吗 你的中国功夫 为什么那么奇怪 出手太快了 和别人的不一样 太极拳的特点 其实就是变化莫测 虚实不定 所以谈不上 什么变化招数 你的武功的确有所进步 而且我也看出 你的毅力和执着 但你的脾气 不必太过着急 而且太极讲究的是 以慢之快 以柔可刚 希望你能够 慢慢地领悟 好 承蒙赐驾 不敢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教你太极拳 真的吗 你愿意教我 你愿意教我 但是我不明白 你怎么会 我学了你的功夫 然后用你的功夫 对付你呢 当然不怕 中国的功夫 旨在强身健体 而不是互相打斗 制服别人的武器 你愿意学习 弘扬中华武术 我当人求之不得 若不嫌弃 我就收你为徒 教授你中国武术 如何 受徒弟一败 难得你有这份诚心 以后要认真学习 多加练习 遵命 谨遵师父教诲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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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请第一列出队的二位选手 我宣布 国术大赛正式开始 是 是 好 下一组出场的是陈如风 对战的是金刚 如风 别紧张 打出你自己的节奏 比赛 开始 打出你自己的节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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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本场比赛获胜的是陈如风 打得好 最后那一招太帅气了 下面出场的是马宁儿对五十林 我宣布 比赛 开始 明川 我去方便一下 好 比赛 比赛 来 开始 陈如风 获胜 我宣布 马宁儿获胜 陈如风获胜 这一局陈如风 陈如风胜出 很如风 马宁儿擅长 快速密集地进攻 你一定不能乱了阵脚 我明白 其实输赢根本就不重要 我能打进决赛 就已经很满足了 但是我一定要借此机会 好好教训一下马宁儿 马上就到了 我们国术大赛 重中之重的总决赛 下面有请陈如风 马宁儿 请双锋上场 不收 加油 比赛 开始 岳上场 好 好 小ù 走 走 走 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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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自己不小心 没事 骂宁儿一定也不容易 好 我们回去吧 来 安静 安静 我宣布 国术大赛的第一名是 马宁儿 好了好了 大家安静一下 还有一个事情要宣布 我正式邀请马宁儿先生 担任我们国术馆的武术总教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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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大家得给我听清楚 我不管你们以前学的是什么拳 跟的是什么师傅 今天 既然是我 来教大家习武 就必须要接受我的规矩 我的话 有没有人反对 好 既然没有人反对 就代表全都同意了 习武 习武 不是过家家 更不是儿戏 我看你们以前的教练把你们都教坏了 什么强身健体 以德服人 修身养性 这种软绵绵的虚话 我以后都不想再听到 我告诉你们 如果不能 快 准 狠地击到对手 那说什么都是空话 知道吗 好 现在开始跟着我练 准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这就是什么马步 以前师父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马步要蹲下去一点 给我从头练 来 回到原位 继续练 我没说停 谁都不准休息 不吃苦 是练不出真功夫的 够了 你这是在折磨我们 不是在教我们功夫 你刚才说什么 好大的胆子 竟敢这样跟师父说话 哪有像你这么教权的 之前朱飘忆朱师父 就没这么要求过我们 更别说不许提修身养性 以德服人这样的话 你们看到没有 以后不准在我面前提朱飘忆三个字 否则这就有下场 我才是全国国术大赛的冠军 陈家沟太一拳 不是照样败在我手下了吗 大家看清楚没有 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夫 还有谁不服的 没有就够继续练 我没说停 谁都不许休息 继续练 继续练 你们谁是马尼尔啊 我就是 我们大日本空手道高手河内精 正式向你发出挑战 你就是河内精 你 我 决斗 我不会随便接受别人的挑战的 我看各位还是请回吧 你得 落伏 你说什么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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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欺人太甚了你们 谁说马尼尔怕你们的 马教练 这帮日本人都欺负到我们 国术馆头上来了 你不会害怕 输给他们以后 就毁了你国术冠军的名声吧 马教练 这个人荣辱和民族大义相比 哪个更重要啊 我觉得男人大丈夫 宁可战死擂台也不能苟且偷生 对不对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好 擂台见 宫崎先生 马尼尔已经接受挑战了 您找我过来 不知还有别的事吗 他接受挑战我当然知道 但我还需要他来一趟 有些事情我要和他当面谈 来这儿可能有点难度吧 他不太喜欢来这个地方 有点难度 没点难度 我请你来干什么 要知道我们之间的合作 是长期的 臣官长忘记了 没吧 没吧 那就去办吧 你说过金钱是没有国界的 希望我们之间的合作 也不会再有国界 金钱是没有国界 可人当然是有国界的 臣官长 如果我们之间的友谊出了问题 我想你也知道会是什么后果 去还是不去 去 来 坐 来 喝杯茶啊 来 喝杯茶啊 来 喝杯茶啊 我先让你过去一趟 馆长 我这才接受了他们的挑战 就过去他们那边恐怕有所不妥吧 说得也是啊 不过我思前想后觉得 你还是得去一趟 馆长 您这是什么意思 宁儿 你就给我个面子 你去一趟吧 跟他谈一下 我想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馆长 其实你我都知道 虽然说表面上 宫崎是复山注释会社的人 但其实他是上海黑龙会的大头目 所以我实在不想跟他们有什么过往 马宁儿 马教练 你过去的事情 我可是略知一二的 黑龙会对你来说 也不陌生是吧 对 我的确和黑龙会有些过往 但当时我是被利用的 更何况此一时彼一时 好了 宁儿 我再说一次 就当给我陈明一个面子 去一下好不好 好 马宁儿 马先生 你终于来了 快快请坐吧 有话直说吧 要不是陈馆长 一再地要求我来 我才不会过来 既来之则安之嘛 马先生 你在我们收购大河沙场 和罗氏药叶的过程中 有过很出色的表现 所以我们 如果我当时知道你们真正的目的 我是不会出手的 好 听说你和朱飘逸是一起长大的 但他几乎夺走了你的一切 对此我深感不平 那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私事 我想 就不用宫崎先生你操心了 马先生 良秦择目而起 以你的才华 担任一个区区的武术教练 实在是可惜啊 人各有命 如果没别的事的话 我先告辞了 慢着 马宁儿先生 如果你能在与河内的比赛中 主动败给他 你不但能保全性命 而且 还有我富山朱氏会社副会长的位子 在等着你 你是说让我打假拳 好 这么说也可以 只要你接受我的条件 我们就可以共同对付朱飘逸 你失去的一切 还可以从他那儿再夺回来 何乐而不为呢 原来你打的是这个如意算盘 我告诉你 我对你这个副会长的位子 根本没兴趣 我会跟他来一场公平公正的比赛 这个假拳是不可能打的 马宁儿 你不是河内的对手 我看你有才华 这么做也是保护你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一旦你走出这扇门 可就迟了 我马宁儿 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后悔 不愿意降服的猎马 跑再快也没有用 河内 这场比赛该怎么打你明白吗 明白 朋友们 来宾们 记者朋友们 万众瞩目 来宾的日本空手道高手 何内金 挑战国术馆总教练 全国国术大赛第一名 马宁儿的比赛 现在正式开始 你 挂 你 你 原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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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虽然说 不太喜欢马宁儿的为人 但这毕竟是中国人 和日本人的比赛 虽然看来这河内京不怎么样 但却是招招致命 条一 你怎么看 我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进去 怎么可以用硬碰硬的方法 只орт淑稠 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快 特医 你先走 我们能应付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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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朱师傅已经到了 那我宣布 比赛开始 神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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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他 打到他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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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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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四季比赛 猪瓢一火烧 好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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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过来过来 告诉大家一个重镑消息 朱飘逸真本身厉害 那天她和何内惊的比赛 我可是亲眼所见的 本来她差点迟到 结果在最后一刻 她就从天而降 简直不亚于天神哪 您这说的是真事啊 还是在讲神话故事啊 是真事 那天啊 我也在 刚开始呢 朱飘逸不占优势 后来啊 我才发现 他是先耗掉那个日本人的力气 然后展开反攻 啪啪啪几掌下去 那个日本人啊 根本招架不住 最后啪 又是一掌 直接给那小子 打到台下边去了 这么厉害啊 这就奇怪了 何内晶打败了那个 国术大赛第一名马宁儿 这朱飘逸又打败了何内晶 这不就说明 朱飘逸比马宁儿还厉害吗 但是这朱飘逸怎么 不是国术大赛第一名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朱飘逸没有参加国术比赛呗 我告诉你啊 功夫越是高的人越是低调 多爱争名多利 你们知道吗 马宁儿和朱飘逸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现在你们大家明白了吧 马宁儿那个国术比赛第一 是虚的 朱飘逸的比赛才是实在的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不知道那个马宁儿 要是知道这个消息 会作何感想啊 肯定不好受呗 那还用说 我要是他 干脆找个地方钻进去 依我之见 这马宁儿这工作 根本就不行 虚的 都是虚的 什么敌 那是假的 这朱飘逸才叫厉害呢 对 我说 一 一 一 是 二 一 一 一 宫崎 我马宁儿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后悔 你等着 我一定会杀了你 怎么样 这篇关于太极拳的稿子写得如何 写得很好 游叔叔 你看看吧 太极拳你是内行 你看就行了 那我就准备刊登了 这一次一定要好好措措空手道的威风 好 辛苦你了 大家快看 这是上海今天所有的报纸 报道的全都是飘逸打败空手道的消息 这一下河内京的空手道馆可就要歇菜了 飘逸 这么好的消息你怎么不开心呢 对我来说是好消息 但是对马宁儿就 他被河内京打成了重伤 而且我看得出来 那个陈明是个势力的人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对了 我查过陈明的底细 他曾经留学东洋 精通日文 跟日本人关系密切 我怀疑 这次阻拦你参加比赛的那些地痞流氓 很可能跟陈明有关系 我真不明白 上面怎么派这么个人来接替我的位置 不行 六叔叔 我要去看看马宁儿 我们一起去吧 就算是为了如雨 走吧 刘叔 那我们走了 刘叔 那我们走了 宁儿 刘叔 朱飘夷 我知道你还会来找我的 你打败了河内京 我为你高兴了 但为自己难过 从小到大 我想得到的 都会被你拿走 我想做到的 也都会被你做到 今晚我会去杀了宫崎 然后回正龙县 你我从此 老死不相往来 正龙县是我最后的地方 希望你不要再抢了 骂你 他要去杀宫崎 走 你不想去杀宫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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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宁儿 你来了 对 你没有想到吧 什么事情 我想来杀你的 杀我 为什么 因为我最讨厌别人利用我 第一次 你们利用我 来敲诈大河沙场和螺石药业的股份 第二次 你们利用我的失败 来打他宣传空手道的目的 这些都是你的主意 所以我要你付出代价 你杀得了我吗 现在 我杀你跟捏死一只蚂蚁有什么区别 年轻人 你太天真了 你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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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活不了多久了 把他扔出去 和内 加强巡逻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是 来 找一堂 千万 在荒 Agent 订阅 晚安 今不是 随伏 夜 随という 何 に 治療 症 或须如何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已经不行了 你们把他拖出去吧 是 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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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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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一起 凌儿 表姨 是我 我来晚了 你没来我 你没有 这都是我的报应 我曾经非常地恨你 但我现在 最恨的人 是我自己 我害了那么多的人 不要说这些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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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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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喜 你带这么多人 到我们宫联会来干什么 你心知肚明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也不欢迎你们日本人 请你们马上离开 刘会长 如果你能交出 从和平通信社拿走的东西 以及你身边的这位柳英春小姐 那或许你还可以活命 你们 请你通知朱飘逸 我在黑龙会恭候他 没想到啊 这次事情办得这么顺利 迎春节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你有没有想过送他什么礼物啊 送礼物 为什么呢 说你笨吧 这女孩子就要哄她开心哪 要经常送她礼物啊 鲜花什么之类的呀 那应该送什么花呢 老婆娘 你好 麻烦问你一声 送给爱人一般送什么花啊 送爱人当然送玫瑰了 玫瑰 玫瑰吧 她肯定高兴 你呀 飘逸 飘逸 你可回来了 宫崎带着人把迎春抓走了 说是要拿账本去黑龙会换人 让我们走 我们下跃了 要让我们下跃了 要让他高兴 要是我们下跃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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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让盈腿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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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 啊 哎 啊 啊 陈明 看住他 我去会会助飘逸 回来再收拾他 柳英春呢 你别动啊 朱飘逸 我曾经说过 我们做不了朋友 就是敌人 我也曾经说过 是朋友是敌人 选择在你 不在我 本来你比马宁儿 还要固执 那么你死的 会比他更惨 我不敢 别动 我 不 权论云本 根本固 而枝叶枯 裴起根 而枝叶自盲 根本固 原流润 被其充实 如长江之流水 逃逃不去 取之不尽 用之不换 有来源 有去年 自然会尽大无穷 顺随自然 产生瘟疫惊人的 济济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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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秦 我知道你出身于 没落军人家庭 你口口声声地说 是为了什么 大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 其实你们这种人 挑起国家矛盾 不惜发动战争 无非是借机 重拾你们所谓的 军人荣耀罢了 可为了这一己虚弱 你们还要害多少人 我告诉你 我们中国人 是不可战胜的 既然你们承认 我们中国是你们的老师 那你们就应当懂得 如何尊敬你们的老师 朱飘夷 我承认 是我输了 你别出声啊 飘夷 飘夷 别过来 我打死了啊 走 别过来 小明 你冷静点 不要乱来啊 都别过来啊 走 走 别过来 再过来我打死了 别过来 都别动 别过来啊 别过来 别过来 别过来啊 飘夷 别过来 你再过来 再过来我打死他 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要打死他 打死他 宁春 你没事吧 你这个民族的败脸 没事吧 我没事 飘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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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地不宜久留 如风 快离开这儿 走 飘夷 先走吧 走 好 我们回去再说 快走 走吧 走 快走 走 啊 走 走 Fin 一